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还是今夏第一次见路易如此伟迷 她握紧了路易的手 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她 她只想让她感受到 她在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她都在 路婷替儿子办了丧事 对赖宣称 儿子是在剿匪的途中遇害 因公殉职 将一切都藏在心中 这是路婷一向的做事风格 人间最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虽然路婷表面上看起来无恙 但是惊吓感觉得出来 她瞬间苍老了很多 路母在灵堂上痛哭不已 她自责没有照顾好仙夫人留下的两个孩子 路家次子和长子纷纷遇难 她觉得自己难辞其咎 长嫂采薇一直跪在灵堂前 她没有哭 整个人就像木偶一般 手中一直握着胸掌曾经送给她的簪子 因握得太用力 鲜血从手掌处慢慢流了出来 可是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依旧是那副模样 惊吓想要上前宽慰她两句 但是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知道如何去宽慰她 看着她流血的手 金夏亦没有上前 或许 手中的疼痛 能够减缓她心中的痛苦吧 现在 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协助父亲办理好兄长的丧事 不让外人瞧了路家的笑话 金夏在灵堂上第一次看见了路易的长姐 她亦是先夫人的长女 那个被陆婷嫁入颜家的女子 她身边站着一位气宇轩昂的男子 与颜世帆有些像 但是 看上去要比颜世帆的性子温和许多 虽然形似 但是神趣截然相反 想必 她就是颜家三公子颜绍婷吧 他们上完香后 宽慰了一下长嫂 便过来与路易夫妇打招呼 颜绍婷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对路易讲 以进一步说话为由 将路易带到了拐角处的梁亭 金夏一边与路易长姐寒暄 一边偷偷瞄着路易那边的情况 她有些担忧路易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与颜家人发生争吵 不过 看那边的情况貌似自己多虑了 金夏没有问颜绍婷与路易讲了什么 两个人耳语片刻 颜绍婷便带着长姐离开了 灵堂上金夏第一次见到路易的弟弟陆彩 她对她略有耳闻 无心观察 一心只想当自由自在的江湖侠客 她长得与路易有些想象 眉宇间要比路易稚嫩些 眸色间要比路易单纯些 路婷见到妖子 略有些严厉得道 这次回来 便不要再走了 言语很是严厉 但是金夏却听出了宠溺的味道来 也是 公公如此严厉的人 居然能够允许自己的儿子在外面游荡 这便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偏爱 我知道了 看不出路采的表情 只是淡淡地应了句 她唤了一声三嫂 同金夏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初次见面的情况比较特殊 大家还来不及过多的寒暄 家中来来往往宾客众多 长嫂和陆母情绪都略有些失控 眼下唯有金夏独立支撑着门面 吴家人一前来拜祭 暗中嘱咐金夏该如何料理此事 莫要被别人笑话 并且告诉金夏若是需要帮忙尽管开口 吴夫人将家中经历过丧事操办的丫鬟 小私留给了金夏 让她随意调遣支配 这来自娘家的支援 对金夏而言弥足珍贵 眼下陆家人都陷入悲伤之中 根本无力帮她解决这些事情 陆一沉浸在悲痛之中 她更不能去给陆一添毒 可是有些琐事总是要有人打理 她虽嫁入陆家半年多 但是真正在陆家生活的日子才一个月左右 家中的小私和丫鬟她还分不清楚 大家的职责衣不太清楚 直接接手这么大的事情 属时有些为难她了 陆京出殡那日 淳于敏和吴四郎一赶了回来 吴四郎身上的伤早已痊愈 带着敏儿匆匆赶回京城 淳于敏看着顽固的表哥 心中说不出来的悲痛 她就这样没了吗 她一时间有些恍惚 往事历历在目 她从未想过她会这样年轻 便撒手人寰 她看着跪在她灵堂前 那位脸色极差的女子 她便是她的妻吧 那一刻她竟同情起她来 她简单地同她打了招呼 客套地安抚两句 并没有说太多 此刻对她而言 沉默才是最好的安慰吧 兄长入土为安 但是陆毅的心情 却迟迟无法恢复平静 今夏将陆毅的变化看在眼中 却不知道如何去解开她的心结 今夏见陆毅坐在茶桌旁沉丝 慢慢地走过去 替她按摩头部 大嫂的心情好些了吗 兄长是未就大嫂而亡的 她一时间依旧是无法原谅自己 这些年她一直和兄长较劲 未能够珍惜眼前人 内心怎么可能不愿恨自己呢 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吗 父亲不止一次告诉我 不要招惹严家 可是我偏偏不听 去搜集严家犯罪的证据 结果却连累了兄长 今夏坐在了陆毅的对面 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坚定得道 你没有错 错的是严家 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我们要用严家的血 来替兄长陪葬 我会用严家的血 气垫兄长 陆毅握紧了拳头 恨不得立刻将严氏翻碎式万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